你们知道找一个年薪二十万 身高且一米七以上的老公 在中国到底有多难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干货知识 可能很多小仙女对于男人的收入 或者怎么样 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他们都想找一个月入三万以上的老公 咱都不谈月入过万 现在很多女孩子 则有标准都是月入三万 我为什么说是月入三万呢 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前段时间 有一个离异有儿子 儿子跟着前夫的这么一个离异的女人 她是我的一个关系还不错 曾经是好朋友 她跟我联系 她离异了很多年 她一直单身 她一直单身 我就问她 那你为什么不找老公 不找个对象呢 她说哎呀 可能就是看不上吧 她的意思就是说 看不上 就是或者说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她想找的男人 人家不想找的 想找她的人 她又看不上 然后我就问这个女孩子 就是问了这个二婚的女孩子 我说问她 你的要求是什么 她已经是八七年的年龄啊 都已经三十六七岁的年龄啊 年龄是真的很大了 我就问她你的要求是什么 她就希望男生能赚的多一点 我说你要求她一个月赚多少钱 她说希望男生月入三万以上 我的妈呀 当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提的要求啊 当然她是在那个 好像是属于在那个 她做的那个行业 好像是属于健身馆 健身会所 她卖健身卡的 她说我认识的人 就是干销售的 很多人都一个月能拿个两三万嘛 咱们说两万 她就要求三万以上嘛 很多人都要求能够月入三万以上 我就问她 我说那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是知道她的 她现在一个月收入就是三千多块钱 她三千多块钱 好像是做了一个收盈 还是是个会计吧 反正是是是做了一个 就是人人都能干的那种工作 反正就是那种可替代性非常强 你想赚得高收入 你只能做那种可替代性非常 嗯就是 就是可替代性很难的这种工作 你才能赚到高收入吗 她以为就是三千多块钱 我就问她 你说你一个月赚三千多块钱 且还年龄这么大的 且还是一个离婚的女人 你凭什么提这种要求啊 当然我不谈别的啊 现在不是谈年入二十万 且身高一米七以上的 老公到底多难找 那这个女的啊 她未婚的时候找的老公 就是一个农村的 且没房的这么一个老公 好像是她老家给她介绍了 我说你 你在年轻的时候 那么好的青春的时候 你找的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男人 你都 你在你最青春的年华 你嫁的未婚的 你的第一次结婚 你嫁的老公都没有达到月入三万 你凭什么认为你颜值啊 你的青春没有了 对吧 青春又消耗的差不多了 而且有个孩子 而且还是二婚的情况下 而且收入又普通 也没有学历 什么样的都没有 你凭什么你认为 你能自己嫁给这样的老公吗 她反正是不说话啊 就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就只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其实在中国 年入二十万以上的男人 哪怕是在北上广深 都属于说那种排在不错的收入里面啊 就可能能排在前百分之二十 当然说实话 年入二十万在不同的城市 它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我打个比方 如果一个年入二十万啊 年入二十万如果在小县城 它可能相当于北上广深的年薪五十万 你们懂不懂啊 因为北上广深的房贷车贷 生活压力就要高很多 这些房贷车贷以及高消费 它一年总是要比小县城 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这就是很扎心的现实嘛 然后呢 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只要做到 年入二十万 你都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职业了 那当然就是很多男的会觉得 就是很多男的吧 会就是很多小仙女 就想的 我要求老公必须年入二十万以上 很多那些 咱不说别的啊 就是那些拥有本科学历 且在这种一二线城市打拼的 这些未婚的女生 他们找老公的最低标准 就是要求这个男人一米 咱不说要求非得一七五啊 就最低一七零以上 本科以上学历 有房有车年入二十万 这是他们最低的要求 人品不差 不小气 对不对 负责任 他们就是要求男人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 别说要求本科学历 别说要求有房有车了 对不对 不要求别的 就只要求一七零以上的身高 加上二十万以上的收入 在中国的占比只占百分之三 可能是前两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啊 但是可能 现如今的这个社会啊 能够符合一七零以上的身高 且年入二十万以上的收入的男生 他可能在全中国的所有的未婚的男性里面 他们只占啊 只占多少 只占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十 也就是最多最多的一个概率了 你想想所有的女生 都去抢那个身高一七零以上 年入二十万以上的男生 那这个男生的占比 可能只占百分之十 对吧 可能最多只占百分之十五 那你告诉我 这些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的男生 他只能消耗掉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的女生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八十五的女生 他们怎么办 对吧 很多小选女啊 都不应该一个道理 你别说年入二十万 年入二十万的话 月收入大概是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多 咱就不说一万五 一万六以上的收入啊 月收入啊 别说 就是哪怕一个人做到月入过万 都真的是非常的奢侈 很多人都做不到月入过万 可能光月入过万这一个 这一项 指标就已经打败了至少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 参加劳动力或者参加赚钱 不说劳动啊 这个劳动力可能是体力 可能是脑力 就是月入过万这一个指标 就已经打败了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了 百分之八十去赚钱的这些人了 你可能是通过自媒体 可能是通过直播 也可能通过工作 也可能创业 也可能是上班 也可能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告诉我 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嫁不出去呢 是不是 很多人对钱啊 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了 讲实话 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概念了 其实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男生 别说月入过万了 一个男生可以达到年薪十万以上 其实他的收入都已经打败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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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了 你们认不认同我的话 当然不同的地区对于收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 可能小县城挣个五六千都不错的 是不是 好了 这也就是很多小县 你找不到老公的原因吧 有什么情感问题 抖音搜 灵魂聊人生 主要有我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 或付费咨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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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